中国总理默克尔早前宣布 做完这个任期之后 他将收删 2021年他将不再寻求连任 那英国电讯报随即贴出了 默克尔自2005年 第一次做总理以来 每一年拍一次的Bob Cut的照片 不由让人对默克尔时代的结束 感到一次感伤 也对欧盟的未来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究竟什么是Bob Cut 英文解码为你破译 Bob除了是人名作为动词 它还有简短的意思 Cut作为名词则是发型 Bob Cut 波波头 包波头 妹妹头 这种发型常见的特征 就是后面不到衬衫领 头发贴近耳下 前面的刘海不到眉毛 两边不到嘴角 那当进入1920年 也就是咆哮的20年代时 Bob Cut 妹妹头 就变成了当时的流行文化 新一代的女婿 她们穿短裙 听爵士乐书妹妹头 喝烈酒 张扬地表达她们对救喜的藐视 不过到了今天 除了默克尔 我们还可以看到 像希拉里 特雷沙妹 这一众的政治女强人 都是留着Bob Cut 那国际发型师就分析 这种清爽的短发 给人的讯息就是 女士们拥有着清晰的头脑 和说服力 足以踏入男人们的政治世界 应该被受到重视 而且把头挽到耳后 更给人一种 我有在聆听的印象 那不仅局限于 政治国际发型师 更是建议 For aspiring women who harbor ambitions of making it to the top A Bob Cut is favored 所有胸怀大致 希望在仕途上 更上一层楼的女士们 剪个妹妹头 更有利于你们大载宏图